由台湾彰化县政府和彰化师范大学物理系合作 在彰化县立体育馆推出20项科学闯关活动 希望让学生在体验的同时更鼓励自己亲手自制作 魔术师台上表演台下学生看得目瞪口呆 再来看看这个九龙公道杯子装半满不会漏水 只要水超过龙嘴就会露个金光 那原来里面就是一个麦馆 这龙头里面是个麦馆 一起烧糖的时候麦馆会被烧掉 所以就形成一个导游自行 所以水如果到达最高点的时候就会流光 一滴都不剩 看看这水管吞两次酒精进去 再点火就会将馆子内的球发射出去 因为那个酒精气化之后 让那个点火器就会用那个点之后 它就会有成生活的话 它就会有压力把它沉出去 再来看看这些学生拿着弹珠在蜡烛上烧 到底是要做什么呢 弹珠在经过蜡烛烟熏以后 它表面会有一层碳奈米结构放到水中的时候 因为这层奈米结构本身会在空气中吸附一层空气分子时 它有一层空气薄膜 这一层薄膜在水中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像凹透镜一样 所以它看起来会有一些缩小的感觉 透过闯关游戏 学生们就像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自然课 金唐也在电视 叶锡红 台湾彰化采访报道